40岁江祖平拍戏多次身负重伤,出道21年不红,遭遇渣男心碎。如今尽照曝光,四少女。 说起台湾女明星,大家总是首先想到林志玲、张军明。 今天我要讲的这位你们看脸也许很熟悉,却叫不出名字。 但在台湾她可是家喻不晓的人物,江祖平。 有人说她长了一张超级明星脸,她的侧脸很像林青霞,笑起来的时候又像潘一军,同时江祖平也被媒体誉为台湾的广莫梁子。 提起江祖平的名字,很多人都对她不太熟悉,但是看到她的样子,却会觉得似曾相识。 其实,因为她曾经在很多台湾偶像剧里都出演过很重要的角色,其中让内地的观众最熟悉她的,就是风云雄霸天下,在其中饰演雄霸的女儿悠若。 前几年花千古大火的时候,因为同名同姓优弱还曾经上了热搜。 她的外形甜美,又十分有气质,被称作台湾的广莫梁子,并且和林青霞等很多一线的女明星某些角度上看都有些壮点,所以受到观众欢迎,十分具有人气。 她的脸也十分能打,上康熙时曾经卸妆,但是妆前妆后样子差距并不大。 自古红颜多祸水,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,当然情识也是十分丰富的,江祖平从出道开始,就有数不清的绯闻男友,其中最著名的两人,都和当红的女明星颇有约约的。 第一任是她刚出道时,曾经和林李仁交往过,就是现在每天被淘金莹挂在嘴边所谓很爱她的那个老公。 不过因为当时两人并没有今时今日的知名度,所以很多人都并没有在意。 这另一个就有被媒体大肆报道的,就是当年在林心如嫁人之前被媒体闯得很离谱的杨一展。 因为和林心如合作16个夏天打得火热,私底下有过一些聚会,还有聚会上的一些合照被扒出,加上林心如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公开过自己对杨一展的好感。 所以当时媒体都在传,其实杨一展已经秘密的和林心如在一起。 谁曾想当这段恋情刚刚刚传的火热的时候,杨一展突然被拍到和江祖平亲密外出的照片,因为江祖平比杨一展大了很多,一开始都没人敢相信两个人在一起了。 直到后来杨一展松口认爱,江祖平才大方承认自己已经和杨一展在一起,至此他和林心如的绯闻才结束。 不过也有八卦周刊曾经说,是因为江祖平半路截胡才让两人的关系戛然而止。 不过面对和林心如非闻时的躲闪,杨一展对江祖平倒是大放了很多,两人还曾经大放室爱一起出席了电影节的颁奖典礼,这也算是江祖平所有恋爱里最高调的一段。 不过维持了三年之后恋情还是走到了终点,关于分开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。 最近台湾媒体才爆出,江祖平忍心和很爱自己的杨一展分手,是因为性取向的问题,并且早期也曾经报道过,他和台湾某女性知名经纪人有一段不可告人的过完。 这次和杨一展分手,也被拍到了和美女一同亲密出游的画面。 有趣的是,在某台湾媒体爆料这件事后,江祖平还用自己的微博对这条新闻点赞,被网友猜测一次已经默认。 现如今江祖平已经快要40岁了,曾经受到很多男性追捧的他仍然是孤身一人,不免让人心疼。 其实他在台湾的名声还算不错,演戏的口碑也很好,40岁的年纪身材和脸但都一直没有任何改变。 即使没有活跃在一线了,也还是祝福他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如意郎君,开心过完下半生吧。 江祖平今年1月突然删光在微博与杨一展的亲密合影,2月他有感而发PO文说,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故作坚强的女生,请用温暖与体贴卸下她的心房,不要试图用过分的言语暴力击溃她的城墙,最后只会两败俱伤,一个月后又说,千疮百孔的心。 已经无法继续装坚强。也再微笑不出来了。再看见我不要认为我冷漠。是因为我不想再有感觉。一次心情不佳。 最近忙在大陆拍戏的她,本月10日分享一张搭机照片,可见她原先的鹅蛋脸竟受到有些凹陷。 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,她对此承认我是瘦了,笑称应该是胶原蛋白流失,主因则是近日对戏男演员胡冰外形纤细,让江祖平有点压力,才开始控制体重。 至于是否和杨一展也有关系,她只笑笑不回应。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